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当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这么冷漠无情的人 真是让人心寒呐 第四宗 暴力倾向 男人都是善变的动物 只说不爱就不爱了 从前不舍的如意 半点委屈的宠妻龙 现在居然变成 能反手就给如意 一个大耳光的渣渣龙 虽说大事情嘛是爱 但你接二连三的 谁受得了啊 谁还不是小公主似的 凭什么受你的气啊 听小编一句劝 家暴的男人 不能要 如意 我们都支持你 断发呀 第五宗 多情浪子 我们来数处 渣渣龙的后宫家丽们 有如意 复查皇后 方岁妃 海岚小天使 令妃 家贵妃 淑妃 韩枪剑 戴蕊姬 等等等等 此处省略 恩多嫔妃 第六 随心所欲 不顾后果 虽说皇上难寻是好事 提去民情 但你不顾任何后顾 随着自己的歪心思 居然宠幸青龙女子水玲龙 渣渣龙 你不是在乎别人的说辞吗 你这波骚操作 自己都看晕了吧 第七 不知悔改 不听见言 俗话说 忠言逆耳 从前的皇上 可是很听太后和如意的劝的 可现在的皇上 只顾着随心所欲 一味孤行 连劝你的人 都要被惩罚降职 难怪像魏燕丸和静忠这样的人 能活这么多集啊 第八 心性多疑 说到这儿 小编就要把林云彻拉出来了 这林云彻本是奉你命令 去保护如意 替你挡了刀 还替你老婆挡刀 这么忠心耿耿 你却还怀疑人家 更何况 如意都把话说到那份上了 你还是不信他 你要小编 说你啥好呢 第九 忘恩负义 说到这点 我最痛恨了 人家林云彻那么忠心 救过你 救过你儿子 更不用说救了恩多次如意了 你居然怀疑人家 处罚公刑 公刑就算了 居然还要一步一步逼死人家 真的为林云彻感到悲哀啊 第十 不得观众欢心 这一点可谓是最严重的罪了 想必观众每每看到皇上 脑里定会闪现 扎龙和大猪蹄子的称号 不得观众喜欢 这是多么严重的事啊